飞船因故障迫降在一个未知星球 幸运的是星球上存在着氧气 船长阿伟正努力修复飞船 而领航员阿强却躺在一边无所事事 吃饭时还嫌弃食物浓缩业难吃 阿伟见状很生气 他警告阿强 虽然星球上有氧气 但是不知道飞船什么时候能修好 没有食物两人根本活不下去 阿强碍于船长的威严 只能强忍心中的怒火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寻着声音一路寻找 问阿伟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可是阿伟什么也没听见 接下来的几天 阿伟每天努力修飞船 而阿强每天不见人影 这天阿伟惊奇地发现 天上有两个太阳 可是阿强身上一点汗都没有 就连水壶里的水都是满的 阿伟肯定阿强发现了什么 阿强却避而不谈 就在两人拉扯时 阿强的身上有东西掉落 阿伟发现衣服里包裹着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是一些绿色植物 而且还是湿润的 阿伟问他是不是发现水源了 阿强这才不情愿地承认 离这里不远处有条小溪 阿伟觉得阿强还在欺骗他 于是他拿着放大镜观察植物 阿强还想抢走植物 被阿伟一把抓住了手艺 他只好兴兴地走到一边 阿伟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 这片植物竟是一片森林 阿伟不可置信地看着阿强 阿强说这只是小收获而已 只见阿强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 将手帕里的东西递到阿伟面前 手掌的中心有颗小黑点 男人拿着显微镜仔细观察 黑点竟是一辆缩小的卡车 阿强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他带着队长来到发现汽车的地方 这里只是一块几平米的空地 空地上可以看见各种建筑物 还有一条只能撑得上溪水的河流 阿强指着一块青苔 称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阿伟拿着放大镜观察 他发现了一个港口 港口还停放着好几艘轮船 阿伟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这些人比蚂蚁还要小 阿强说这些小人很聪明 自己把地球上的知识交给他们 他们只用了几天时间 就从原始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 而现在他仅仅吃了一块小苔藓 这些小人就被吓得听他的命令 因为自己对于这些小人来说 就是一个神明 阿伟却说他们跟人类一样 也是拥有着血肉之躯 而阿强突然陷入癫狂之中 他一脚踩在了小人窝里 疯狂地破坏着建筑物 阿伟急忙上前阻拦 紧接着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阿伟蹲在地上 听着地上的哀嚎声 他嘴里不停地道歉 没过多久 阿伟修好了飞船 可是阿强又不见了身影 于是阿伟来到小人国寻找 他在空地上发现了一尊雕像 原来在阿强的命令下 小人国的人民耗尽人力物力 为阿强修筑了一模一样的雕像 空地上助力着一尊雕像 这是宇航员让外星人为自己修建的 而这些外星人比蚂蚁还要小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城市 还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人类一脚踩下去都要死几一人 阿伟告诉阿强飞船已经修好 可以离开这个星球了 可是阿强突然拿枪瞄准了他 让他自己一个人离开这个星球 阿伟劝阿强跟自己一起离开 可是阿强心意已决 他要留在这里当小人们的神明 阿强对着船长开枪 逼迫他自己离开 还说这里只需要一个神明 阿伟见阿强已经疯癫了 只好自己驾驶飞船离开了 阿强对着飞船得意地挥手 他将头盔戴在雕像上 随后将脚踩踏在小人国之上 更是举起手中的头像 往小人国砸去 地面传来小人们的哀嚎 阿强发出了阵阵狂笑 他向小人们发出警告 以后要听他的话 更不能触怒他 阿强兴奋地在地上打滚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飞船的轰鸣声 阿强急忙躲在一旁 本以为飞船会离开 没想到地面传来阵阵轰鸣声 阿强抬头一看 只见两个巨人出现在山峰之上 阿强冲着两人大喊 让他们离开这里 其中一个巨人 听见了阿强的声音 他伸手朝阿强抓来 没想到太用力 将他捏死在了手心里 两位巨人一点也没在意 像丢垃圾一样 将他扔回了地上 而小人们见阿强已经死去 他们用绳子将雕像毁掉 而阿强妄想当神明的美梦 就这样破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要脚踏实地 不要好高骛远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